来来看第二个短片 回来就接着聊 一起来看 我在舞台上很自信 但是我在感情上却很自卑 我曾经触过一个对象 那是在我瘦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才96级 不化妆也不比别人差 有很多人追求我 有一种被宠上天的感觉 后来因为得了过敏性子电 打激促 胖了起来 我现在身边还会有人追求我 但是我感觉他们在可怜里 我现在感觉陪他们认回 后来我看全球热恋 看到了丽莹牵手 看到了金凤牵手 我就特别感动 觉得还是有灰姑娘的奇迹在 所以我一定要来全球热恋上 找到我的真爱 虽然我现在200斤 但是我想以我瘦的时候 为标准找得下 要求身高1.7 8以上 体格不要太胖 中等身材 然后大书饭 性格要求成熟 稳重 还有我现在还不会减肥 我会在我找到对象之后再减 一是我现在是个特性演员 工作需要不需要减 二就是我想以我现在的想法找对象 接受不了我的现在 也就享受不了我的未来 如果想等我瘦了再来找我 到那时候就轮不到你 如果以后结婚了 我也不打算干二人转了 我准备用我唱二人转这些年纪的 现在的钱来开个婚庆 你愿意和我迎接你下来新的生活吗 12号 金凤 女嘉宾 你好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余树人 但是我出来的早 我感觉外在的胖与美 与心灵没有关系 只要心灵美 外在的 那都不是事 谢谢 好好 余树老乡 原名是在之前 我刚才在短片里看96斤是吗 对 后来是在哪年的时候得病了 18岁 得了过敏性紫电 然后打了三年急速 最胖的时候260 现在19 曾经得过自闭症 一年没和任何人说过话 包括父母 抗拒 为什么老天对我不公平 从90多斤变到200多斤 男人都接受不了 何况一个女人 后来父母花钱给我找心理医生 找了无数个 我曾经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给我治好病的那个大爷 他说 父母砸过卖铁 花钱给你看病 你什么都不干 只在家待着 能对得起谁 什么都能触及 父母触及不了 所以我好了 我发现你刚才在说这段故事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子 他受不了了 你感觉到是谁了吗 五号 两件事 原名啊 首先你就想找那样的小伙 条件是什么 还有他的年龄 条件就是 比我高一米七八以上 年龄25岁以上 中间差呢 因为我先跟你说啊 我就是说 现在属于是32 过完 等我过完生日之后 我是33了 咱们俩年龄差距在10岁 往上 既然我又是选择你 我就得对你负责 但是我没有信心 真事啊 不是说你胖啊 还是怎么地 还有我身高是 一米七十三 三点五 况且父母 没有我 我家就我个个儿 而且我有的时候说话还可口吧 真的啊 好 我还是感觉我配不上任何人 配不上任何人 为什么呢 我也说不出来那个感觉 就是还是不自信 那么多好看你为啥选择我呀 有些人看的是啥 外表 但是有些人看的是啥 内心 干啥呀 哪哪哪儿才呀 好 好 好 先让原名先缓一缓 您看第三个短片 回来之后 咱们再继续聊 好吧 来看第三个短片 我家孩子挺倔强的 我家都是干老师的 没有干二人钻这行的 他上学给他不念书 给他锁家里了 都跑出去了 肥肥肠二人钻这行 五号青山 应该这么问我 你姐 你应该问我 你有没有问题 我说有 那我重问 五号青山 你有没有问题 有 然后我应该咋问呢 刚才就是一分钟吧 我还是想了 年龄我大的太多了 真的 我知道 对不起 约明那你介意他比你大将近十岁吗 如果真心对我好可以考虑 好 这个话你如果早说一分钟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其实我还是不够自信 你在爱情事你不够自信 他在爱情那他也不够自信 你俩互相往回退一步 完了 空出来了 手没前上 不遗憾吗 那能咋扔呢 遗憾 我先问你青山 你觉得如果女孩不在乎差这八岁 你会在乎吗 我得想想 那就是你在乎这八岁是吗 在乎 你刚开始给人留灯 人家满怀信心来这个舞台找对象 是吧 你给人留灯 你给人报好话 啥玩意都是对人好 最后你嘎巴一下把灯给灭了 人家好不容易抱着信息来找对象的 你啥意思坑尸扁度的呀 你喜欢不喜欢呢 是不是啊 你喜欢你就一直给人留灯 留灯到底 你是找对象还是他找对象 都是找对象的 我看见我别清楚之人 老长时间了 你说是吧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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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吗 我们有交换奴障 浩斯哥们说得对 好 祝你俩幸福 加油 加油 圆灵 我就问问你啊 看性格 咱们俩性格都一样的人 搓戴一下 这最重要是 板击 嗯 太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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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